这个就是i7-1195G7处理器的GPD Win Max 相比1165G7它拥有更高的CPU主频以及核显频率 那么具体在游戏中的表现有没有提升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只狼 同样的静止画面下 1195G7显示的主频要高 都是28瓦 可以达到4.2GHz以上 而1165G7则一直在上下调整 用GPD Win三王过只狼的都知道 只狼大部分场景虽然都可以60FPM 但是少数一些复杂画面会存在掉针的情况 经过反复对比测试 发现1195G7有明显的改善 比较明显的是和剑上打铁这种 1195G7基本能稳定在50 60FPS 而1165G7已经掉到40多FPM 再来看看赛博朋克2077 同等画面设置下 1195G7静止画面高了3-4FPS 而且更神奇的是 同样设置的是28瓦功耗 1195G7明显调度更为智能 这个场景CPU主频只有1.8GHz 和显频率1400MHz 而CPU功耗却只有22.3W 电池放电才28W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高了3-4FPS 而是更省电了呀 不过客观上来说 运行起来毫无变化的游戏也有 比如刺客性调音灵电 同时运行游戏的性能评估测试 得到的平均帧数 一个是37FPS 一个是36FPS 这个测试我跑了三次 其实有两次都是相同的36FPS 所以基本可以说这个游戏没有任何区别 实际游戏过程中的体验也基本一样 所以总的来说 1195G7的提升有几点 一受CPU降频影响帧数的情况大幅降低 二CPU和核显的性能分配 更加智能更节点 三个部分游戏能提升3-4FPS 也许更多